很润,很润的那种感觉 那么也可以用纸,就是比如用这个收线纸 这个圈呢,有生的,纸有生的 都是用生纸呢,经过交繁以后变成收纸的 这个交繁的方法呢,是这样 一般就用这个明交 明交,这个交呢,把它泡了以后 再加上明繁 交和繁的比例是多少呢 大概是二比一 就是说,交,交二,繁一 交两倍,两份,繁一份 这个交呢,我们尝到嘴里边 是没有什么大多的味道 繁呢,是有点苦涩的味道 我把这个给兑水以后 交繁的浓度怎么掌握呢 就是说,我们沾一点浇粉水 在嘴里的时候 那么感觉到有点苦涩 酸酸的那种味道 不是很苦 如果很苦的,就太浓了 要加水 有点酸 酸有点苦和酸的味道 这样就合适了 就可以刷 我们刷一小幅 刷小幅呢,我们试一试 试试勾线染色 一点都不阴了 那么就合适了 如果还阴 那么就再淡淡的再刷上浇粉水 所以浇粉水呢,要淡 刷一层两层 不要一下过于浓 过于浓以后啊,纸就脆了 就没法用了 所以这个浇粉呢,是这样 这个毛笔呢 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有三种毛笔 我们需要用的 一种的是勾线的笔 勾线用的笔呢 要比较尖 这个比较细长的 比较尖的 过去呢,我们老画家呢 常用的叫红毛 大红毛、小红毛 或者大蟹爪、小蟹爪 基本是类似这样的笔 现在呢,最近呢 我们喜欢用这种的 就这样的笔 这种呢,叫长风养好 风比较长 外边是养好 但中间呢,它有几个狼好 这种笔呢,比较少长 勾线了以后呢 不愿意出现测风 大家选笔的时候呢 不要选的很短粗的 很短粗的笔呢 很容易勾出那个很粗的线来 不好用 这是勾线的笔 再说说这个 还有一种呢,是染色的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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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